第183集 广阔 广阔 他们在广阔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 他们在广阔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 我们在广阔的田野里奔跑 感受到了自由与快乐 我们在广阔的田野里奔跑 感受到了自由与快乐 在广阔的草原上牛羊成群 在广阔的草原上牛羊成群 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逛 逛 下班后一起去逛公园吧 下班后一起去逛公园吧 我没事就去逛商场 打发一下时间 我没事就去逛商场 打发一下时间 能不能不逛了 我腿都要逛断了 能不能不逛了 我腿都要逛断了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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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一般不喜欢逛街 女孩子一般都喜欢逛街 逛街 男人一般不喜欢逛街 男人一般不喜欢逛街 女孩子一般都喜欢逛街 我逛街不喜欢穿高跟鞋 还是穿运动鞋舒服一点 我逛街不喜欢穿高跟鞋 还是穿运动鞋舒服一点 每次陪女朋友逛街 都要花费我很多钱 每次陪女朋友逛街 都要花费我很多钱 她喜欢一个人逛街 觉得这样很自由自在 她喜欢一个人逛街 她喜欢一个人逛街 觉得这样很自由自在 归 归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说 你昨晚一夜未归 是干嘛去了 说 你昨晚一夜未归 是干嘛去了 她的权力很大 她的权力很大 这整个地方都归她管 她的权力很大 这整个地方都归她管 归根到底 你还是不够努力 不然 你肯定可以考上大学的 归根到底 你还是不够努力 不然 你肯定可以考上大学的 归归 归归远主 归归远主 这下终于归归远主了 恭喜你找回心爱的电脑 这下终于归归远主了 恭喜你找回心爱的电脑 昨天 昨天从你家借了把椅子 今天物归远主了 昨天从你家借了把椅子 今天物归远主了 妈妈教育我 妈妈教育我 每个人都应该 把捡到的物品 归还给主人 做到物归远主 妈妈教育我 每个人都应该 把捡到的物品 归还给主人 做到物归远主 捡到钱包后 他把钱包还给了施主 做了一件物归远主的好事 捡到钱包后 他把钱包还给了施主 做了一件物归远主的好事 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 我在小区门口 捡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我在小区门口 捡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它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很可怜 我觉得那些无家可归 到处流浪的人 好可怜 他之前是个无家可归的老人 被人发现后 送到了福利养老院 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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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来的物品 要记得及时归还 送给你的东西 是不需要你归还 送给你的东西 是不需要你归还的 离职后 要把电脑归还 给公司 归还给公司 离职后 要把电脑归还给公司 你把我电动车借走了 忘记归还给我了吧 你把我电动车借走了 忘记归还给我了吧 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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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一路平安 期待你早日归来 祝你一路平安 期待你早日归来 姐姐在外漂泊多年 终于归来 回到了故乡 抗议英雄们 凯旋归来 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抗议英雄们凯旋归来 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你归来时 我早已离开了 当你归来时 我早已离开了 当你归来时 我早已离开了 公司规定 每个人都必须穿工作服上班 国家规定 不能招聘未成年人工作 国家规定 不能招聘未成年人工作 按照规定 由于你骑车没有带头盔 需要缴纳罚款100元 按照规定 由于你骑车没有带头盔 需要缴纳罚款100元 你们店没按规定时间发货 我要投诉你们 你们店没按规定时间发货 我要投诉你们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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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规范自己的言行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们规范自己的言行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员工日常行为规范表中提到 女生上班必须要化淡妆 员工日常行为规范表中提到 女生上班必须要化淡妆 这里你用词不规范 需要改正一下 这里你用词不规范 需要改正一下 外语教程上的词语和对话 有时候太过于规范 跟日常交流不太一样 外语教程上的词语和对话 有时候太过于规范 跟日常交流不太一样 跟日常交流不太一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